你一定要和女生谈钱 如果你们不敢谈钱 那你也就不可能谈好 就这些爱你的好女孩 你越早把钱谈清楚 越早能够拿到结果 至于一心捞你的捞女 你越敢谈钱 她越无所顿心 那谈懵了怎么办 别慌嘛 就是你们要是把下面这两个点误透了 越谈钱女生越喜欢你 啥啥呀 第一点 绑定 不是让你拿个绳子把女生绑起来 是让你绑定支撑架子 记住啊 你的时间金钱是你自己的价值 不是它的 我问你们个问题啊 你们觉得和女生关系到位了 能不能给她花钱 当然可以 但一定得是共同消费 是带上她 而不是给她花 就比如说 你去高档餐厅吃饭 可以带上她多个聊天的人 你去旅游 你可以带上她多一个搭子 但是千万别像个冤大头一样 狂狂转账发红包 那又只会让你的钱变成搭子 明白了 一定要把你和自身的架子绑定起来 这样她只有和你在一起 她才能体验到这一些 一旦她离开了你 她就什么都没有 懂得把架子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的男人 才会有女人持续的爱她 就为什么有些男人啊 她是也挺成功的 就还是被女人 就是啊 她就是不懂这一点 所以女人才会背着她买的包 往别人的手 开着她送的车 进行的拢 扎心了 第二个点 管理 我告诉你嘛 男人最顺的行为 就是把所有财政大权拱手相让 还天真的以为 这是爱对方的表现 我们跑都不都这样 朋友管钱是美的 没你的大头鬼啊 有句话你明白的越早越好 锁死了男人的钱包 就等于锁死了男人的未来 真正经历过的都懂啊 以后呢好不好 管钱理财的能力比赠钱能力 还又重要 但是管钱的能力和赚钱的能力 是挂钩的 假如你们是家里的经济制作 你挣2万 老婆挣5千 你觉得一个挣钱能力 还远不如你的女人 她能够管理比你好吗 那应该没有 对啊 像我一个朋友 她从来都不管钱 因为她老公是注册会计师 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去做这个道理 人家清楚的很 就是啊 家里面存款 在她老公的操纸下 一年收益 能赚一养A6 哇 她对她老公啊 那也是崇拜的不得了 像之前有个学员 她是结婚了之后 公司卡全部上交 平常买个烟她都要报备 考到兄弟去喝个酒啊 200块钱她都逃不出来 你说窝浪不窝浪吗 这也太惨了 关键她其实自己真的不傻 照样被老婆嫌弃没本事 她老婆拿着她智能钱 给她发零花钱 还是她要的多 这种不爱都能幸福生活 给你们你们要不要 那还是给别人吗 对老三 我告诉你们 女人不是墨墙的 你不带你跟她走就算了 你还把窑窝刺到她的手里面 那你就别怪她把你当玩具 经济是男人的命脉 你命根子都被别人握在手里面了 你还能有什么魅力啊 记住了啊 你越敢管 她就越服管 你越敢做主 她就越拟开你 明白了姐 和女生谈情这回事啊 你们要是还丑不明白 直接找我